2 1 今天是第20集 22號 又是徐老師 教導我們 今天我們玩些甚麼 我們上次不是說了掌上壓 其實掌上壓是用來練些甚麼 空肌 一路是空肌 手臂 這裡也用到力 也會用到少許 其實我們這樣站在這裡也好 我們全身的肌肉也會用到 但我看是用得多還是少 掌上壓最主要是做胸 還有手臂和肩膀都有輕微大動 我現在想教大家一個 叫做Cat Stretching Push-up 在文家來說 Cat 貓 貓的伸展 叫做Cat Stretching Push-up 這是瑜伽的動作 但是瑜伽的老師 有很多都是 慢一點 慢很多 我都慢 他是做不完 為甚麼呢 瑜伽的老師是不夠力 他是夠軟 夠鬆 他只是把Cat Stretching Push-up 只是做了一半 做了Cat Stretching 對 沒錯 可以這樣說 做了Cat Stretching 但Push-up是不夠的 那好吧 我現在示範一下 甚麼是Cat Stretching Push-up 好 有很多玩瑜伽的人 都會見過 例如就是這樣 很簡單 是 嘩 難不難做 我好像看見你 在 Bing Push-up 是否有做這個 有 很難做 我肯定 難度 小雲先做 過來 我先做一部機 做Cat Stretching Push-up 有甚麼好處 除了胸部 做到 代母肌 知道甚麼是代母肌嗎 不知道 這兩條肌肉 代母肌 這是龜 龜是代母肌 真的嗎 真的龜是代母肌 代母肌 代母肌 然後還有 你的 手 Deltai Deltai是甚麼 肩膀的肌 肌肌 不是 三頭 二頭 前臂 還有Deltai 肩膀的肌肉 中文文化 Deltai 對 不要理會 就是Deltai Deltai 肩膀的肌肉 一起練 一刷畫 連腰部的伸展都會做 很多人玩瑜伽 都會做Cat Stretching Push-up 不過 它是做了一半 怎樣做一半 你看我就知道 下側給你們看 它是會 這樣下去 隔壁又起身 做第二個 對 對 對 你也做到嗎? 你試試 不知道做不做到 好像很難 對 躺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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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下去 踩到貓伸展 臀部 踩到貓伸展 踩到貓伸展 看前面 看前面 然後踩到臀部 踩到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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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再踩到臀部 你現在這樣沒有動 手沒有動 好 去吧 又再這樣 踩下去 踩到臀部 然後踩到臀部 出來做給大家 出來做 但身是否碰到臀部 你來 身是否碰到臀部 你來 身是否碰到臀部 身是否碰到臀部 小人示範 不夠力 不夠力 行不行 不夠力 真的不是容易 是瑜伽的動作 起到做到 要 沒錯 這樣就剷起 貓伸展 要這樣撐住 撐住 撐住 然後回頭 你現在起了臀部 發再來 第二個 是 第二個 沒錯 起臀部 起臀部 第三個 這個是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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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向前面 再下去 眼睛向前面 臀部 向前面 前面 上 一下去 再向前面 看 上 差一點 是嗎 這應該是要 沒錯 剷下去 盡量剷下去 多少 這應該是 對 沒錯 無力 當你很認真地剷完 你會很辛苦 很認真 真的很認真 真 那你這下動作有什麼好處 一剎 不只練空肌 練代表肌 練代表肌 連上這個 臀部 這個臀部 三頭肌 二頭肌 前臂 手腕 完全一剎 一剎 很認真 老師 你做多一次撐 看看可不可以 OK 你們做就是這樣的 是 你們做了Cat Stretching 下去 踩屁肌 起床 很舒服的 再做第二個 這就是儒家老師經常教的 嗯 但我現在教你做 是Stretching 的Cat Stretching 的Push Up 是要回頭的 我下去 這條路這樣來 我這條路這樣走 哈哈哈哈 我這條路這樣來 我這條路這樣走 Push Up 那這下是最辛苦的 好了 你由闊肩 是 做到扎肩 你可以做到扎肩 啊 原來這下真的很難的 當你做扎肩的時候 你會全部刺激你這個肌肉 這裏 前臂的肌肉 我試試看做不成 應該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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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原來是很難做的 先這樣 先這樣 下去 你腳要不要碰地下 不用了 是 好 然後就 下去 嘩 是 對 起床 好 那條路 那條路怎麼走 對 好一點 再來第二個 踩下去 是 伸直手 伸直手 好 好 那條路怎麼走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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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面 是 哈哈哈 原來 原來是很難的 好吧 那我們 補你下位 哈哈哈 好了 又是說運動義學 他很容易 在儒家老師 他會教你 這樣做 拍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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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 但在世界上 亦是說回一件事 很容易受傷 受甚麼傷 就是頂扭傷你的尾椎 當你愈有力 愈有力地去做 我愈有力地頂扭 就會很容易頂扭傷你的尾椎 那怎麼辦 所以做時不要拍腳 要拉大一點 等力射一射 你不會直接在這個位置受力 這也是運動醫學 是 已經很努力地做 好嗎 其實挺好的 他做了Cat Stretching 但他做到 當你做到Cat Stretching一段時間後 你就盡量做Cat Stretching的步驟 先下去 先下去 你現在沒有下去 沒有下去 再來 你明明我說甚麼沒有下去 出來吧 你現在就這樣下去 現在我要你從這裡剷下去 剷起來 剷起來 再來 小倫出來 拼拼出來 我們找不同的人 嘗試大家的問題 在這個位置過來 有時他們在家裡 真的做不到 看看發生甚麼事 對 嘗試一下 對 快一點 好 去吧 他沒有力氣 好著自己 死到會就撞下去 好 臀部先走 臀部先走 對 撞下去 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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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直 對 臀部先走 好一點 他也好一點 好一點 你幫著他 捅著他 幫著他 OK 只有一句 很難幫著我 沒有人幫你的 不要緊 我也沒有人幫我的 先做一半 再分開 當你的手有力 就是同一有力 即是膜牆頂著會不會好一點 沒有 這樣頂著會很容易頂傷 哦 即是有可能 起那一刻很容易撞到 不是撞 是會 硬 因為你這樣用力 那條脊椎一折一折 一折一折一折 就會迫傷 迫傷你 或者扭傷你 尾椎 那個底椎 那個底骨和尾骨 尾椎 即是不能這樣做 不要這樣做 盡可能是開腳 開腳 別再頂著 別再頂著 別再用摔膠的人 做這個動作 是 砸一條木板 砸一條木條在前面 那個木板 砸一條木條在前面 那隻手就放在木條上面 你的手就不動了 固定了 就是這樣做 一模一樣做 就是做難度 每日基本的Wall-up 100個 去翻一個 去翻兩個 去翻三個 是數著100個 才叫做做完 做完之後 在日本那些摔膠 摔膠的人 那些損失 做完之後 地下是濕度 用地拖來玩 那些是汗 是否想肥也難 100個菜派真 比較容易 這個過去已經有10個了 來陪10個菜派真 我會比較容易 夠了 夠了 大家快點 夠了 如果有甚麼 留言 然後第二天 徐老師又可以告訴你 那個重點 譬如做不到 或者做到哪裏 有問題 卡住 那就記得留言 然後告訴徐老師 徐老師可以解答 我們逐步逐步 我聽聞徐老師 明天會帶一些好玩的東西 給我玩 是嗎 我帶他手法給你問 是 是 因為我也要求 記得按讚 按讚 按分享 明天見 拜拜 拜拜